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校園被人滲透恐怖主義思想 也有危害國家安全價思想 透過媒體和文化藝術荼毒青年 都有跡象顯示 有人將恐怖主義思想滲透在校園 或在校園中招攬學生參與恐怖活動 事實上近年有學生關注組織、政治團體 甚至補習社 善意向學生灌輸不當的價值觀 散播虛假或具偏見的信息 是意圖引起學生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增行 甚至鼓吹使用暴力和違法行為達至政治的目的 他們透過不同的方式 例如製作偏頗的教材 擺設街站和透過互聯網等 去宣傳這些極端思想和招攬學生 另外當前仍然是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思想 透過媒體、文化藝術等 這些軟對抗的方式是滲透荼毒年輕人